个人荣誉旁落 这一年 在国家德比的赛场上 两队在正式比赛中 二胜二负战胜平手 C罗和梅西 分别在国家德比的舞台上 晒出了自己的球衣 这是另一种交相辉硬 令绝代双交的时代 依旧充满了争议性 和激烈的争夺 国家队层面 C罗率领葡萄牙队 顺利挺进世界杯 梅西则在阿根廷队 艰难的晋级道路中 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 他在最后一战的 基多魔鬼主场 上演帽子戏法 令阿根廷队 在世界杯之旅上 最终没有失约 但荷兰和意大利失约了 世界杯多少有些暗人失色 不过两支新军的到来 也会赋予世界杯新的色彩 在去年欧洲杯上 大放异彩的冰桃会 再次上演小国奇迹 以小组第一的身份 历史性的杀进世界杯 维京战后 再次在球场中响起 这是冰岛足球的又一个 巨大的一条 经过了跌宕起伏的最后一战 来自中美美及加勒比地区 预选赛的巴拿马队 依靠一粒幽灵进球 和一记中场绝杀 力压美国和红多拉斯队 完成了自己的世界杯之梦 他们同样是首次杀进世界杯决赛圈 那喜极而泣的时刻 记载着巴拿马足球历史上 永远的荣耀 这一年 三十军团也将荣耀揽入囊中 在U17世界杯决赛中 小三十英格兰队 以5比2横扫西班牙 以六升一平的绝对统治力 第一次登上了U17世界杯的冠军宝座 然而这不仅仅代表了小三十 在一项赛事中的统治地位 2017年 英格兰各级青年军全面爆发 包揽四冠 此前他们先后拿下 土伦杯冠军 U19欧清赛冠军 U20世界杯冠军 在今年参加的六项赛事中 全部进入四强 四次最终跑杯 小三十用自己神奇的表现 重塑了英格兰足球 久违的辉煌 德国足球的年轻一代 同样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着自己 在联合会杯上 以维尔纳 格雷斯卡和德拉克斯勒 等年轻球员为主 所组成的德国队不如使命 在决赛中 1比0击败南美冠军智力队 历史上第一次登上了 联合会杯的冠军宝座 在大部分主力球员休战的情况下 这支被戏称为德国二队的球队 仍然能在成年国家队的赛事中取得荣誉 德国足球的未来更加值得期待 而在德甲赛场上 依然是老面孔称王 百人物尼黑提前三轮夺冠 从而斩获了自己的联赛五联冠 创造了德甲历史上新的联冠记录 队长拉姆最后一次为球队高举冠军奖杯 他和阿隆索一起结束了辉煌的职业声揚 除了联赛之外 百人还在德国超级杯上称王 他们依然是德国足球的中间力量 依然是德国足坛无可争议的霸主 一甲霸主尤文图斯 则在2017年将自己的联赛联冠记录 扩大为六个 六联冠的成绩在欧洲五大联赛历史中 仅次于里昂队曾经创造的七连冠 尤文图斯的冠军历程扎实无比 老将布逢也用又一个成功的赛季 创造着自己的又一个春天 与此同时 尤文图斯还是五大联赛中 唯一实现联赛和国内非赛双冠王的球队 唯一的遗憾是 尤文在欧冠的决赛中再次失利 未能创造三冠王的尾翼 在欧洲豪门纷纷刷新着自己连冠记录的年份里 在中国足坛 广州恒大淘宝队已将自己的记录延续为七连冠 从2011到2017 从升班马到顶级联赛冠军 广州恒大走过了一条无与伦比的金光大道 这项连冠记录在短时间内 很难有其他球队可以打破 脑牌禁旅上海绿地深花队 则在2017年完成了自己的重新登顶 他们在足协杯决赛两回合中赢下上海得比 以弱者的姿态捧起了足协杯的冠军奖杯 这是上海深花时隔19年后 再次在国内赛事中夺冠 他们的上一个冠军是1998年的足协杯冠军 上海足球的荣耀在2017年中还不止于此 在全运会男女足各个年龄段的比赛中 上海男女足包揽全部四枚金牌 实现全满冠 这创造了全运会历史上前无古人的记录 上海足球的重生令人倍感期待 青年军的故事在欧洲足坛也不断上演着 以年轻人为主体的法甲摩纳哥队 在上赛季联赛中 利亚豪门巴黎圣日尔曼将法甲冠军满入囊中 这是摩纳哥时隔17年后再多法甲联赛冠军 同时他们也时隔13年后重返欧冠四枪 18岁的姆巴佩在摩纳哥上一次夺冠时刚刚出生不久 如今已是球队的中坚力量 他依靠着上赛季在法甲和欧冠中的出色表现 获得了2017年度的欧洲金铜奖 也以创20岁以下球员身价世界纪录的数字 转会巴黎圣日尔曼 迎接他的将是一段光明的前程 从前一个赛季的英超第10名到1月成为英超冠军 意大利名帅孔帝率领着切尔西队完成了最短时间内的重生 上赛季凭英超记录的13年胜成功奠定了切尔西队夺冠的基础 他们历史上第四次成为英超霸主 队长特里高举奖杯 也结束了自己 第四次成为英超市